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敏 哈喽大家好,我是伊敏 这是我跟伊敏哥的准备来比一下 谁造房更厉害 因为我们平时都有造房子嘛 所以就 准备这次继续来造房 来 我觉得OK 伊敏哥,这是我们的挑战规则呢 就是 走,跟我去外面 好 这次我们今天会有客人 来住我们两个人住的房子 并且最后客人住完之后 会给我们打个评分 客人如果觉得谁的房子比较好的话 我们谁就是造房子王 这次我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硬直板 当然为了凸显我们的不同 以及创意 我们今天会在这个民宿里面 这个民宿很大 有一个透明的球 还有一个足球场 因为是我邀请伊敏哥过来 参加我的挑战的 所以说我来先选是吗 对,我们让伊敏哥来先选 所以说你既然让我先选 我怎么可能选一个很好的地方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很好 所以说我就准备选这个 足球场 你可被晒死 也不要让你晒死 这就是礼尚往来的精神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选择那个地方晚上会闷死的 那么我和伊敏哥之间 谁才是造房子王呢 当然是我 你们可以提前猜一下 是我赢的 抽一名的一 是伊敏赢的 抽眼珠子 抽眼珠子 我们现在就 伊敏哥是把这个短红气泡球让给了我 我现在带你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气泡球 哇,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死定了 这气泡球的气没了 又起来了 这个网红泡泡房它是有两层门的 我进去的话 从第一个门进去 一定要先把外层这个门关住 然后再进第二层门 这样子它就不会漏气了 这个场景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这个机器里面还有一些灯 浴缸 还有我最喜欢的书 但是白天这里面真的不行 太热了 我现在要出去 这个场景已经大概了解 现在我们就开始造我们的房子吧 搞定 我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做好了 就差一个窗户 还有门 现在我想去看一下伊登哥他做的怎么样 如果我做的很好的话 我们就给他捣乱 只要在客人来之前 他没有办法的做出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迎来 我们到了伊登哥做房子这里 我们偷偷的看一下 真的太好了吧 你们看我的房子 再看一下伊登哥的房子 还有钢结构 哇 太夸张了吧你 钢结构 我现在真的找机会拿伊登哥的东西 现在准备做什么 准备做一个屋顶 也不叫屋顶 其实就是把一条缝把它填充掉 所以的话有一条缝 难现实 主要是这个房子不是我睡 所以要做的稍微 好一点 时候不早了 我要下去做 我的房子去了 好的好的 加油 拜拜伊登哥 拜拜 就是要把这两边粘去 盯卓 那是胶带的 啊 他什么时候拿的 我刚看了一下 伊登哥那里只有一个脚布 只要把这个脚布拿走 他就受不了房子了 哇 我这个房子已经做好了 我把你去做吧 现在我的房子已经做出来了 是这个燕子 天黑下来之后这个球里面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我准备把我们的房子摆到这个球的中间位置 有没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哇我真的感觉它很像一个过圣诞节那种雪球 里面如果加一个圣诞老人的话 它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我们的房子在外面看其实并不是很大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房子我给客人准备了日常的生活用品 这是他的门铃 接下来呢是这个房子的里面 一个人说在这里面是完全够的 我在这个角落放了一幅画 但这个房子里面不会那么枯燥 这里还有他需要喝的水 吃的我就没有提前准备了 因为我想让客人吃到最新鲜的食物 所以食物等客人到了之后 由我来亲自给他送过来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一下伊登哥的房子做的怎么样了 走吧 Hi伊登哥 Hello 你这边弄的怎么样了 大体已经弄完了就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房子吗 这两个是窗户 这里呢是一个伊了 然后这里呢是个灯 所以叫伊登 哦 是有含义的吧 这个是我的小灯灯 这里是门 这个门打开过后 那里不是灵盘 那里不是灵盘 然后给你进去介绍一下 这里是个小木马 这里呢叫吊灯 这里呢是个卫生间 就是你可以上厕所的时候可以这样子 哇 哦 还给上厕所 小伙伴你们觉得是我的房子好呢 还是伊登的房子好呢 我们要客观一点 我们要让客人来决定我们这个成败 你终于到了 我等你好久了 可以啊这个 有没有感觉这东西 我觉得忽然忽然我兴奋了 真的我来说我以为就低档 现在我感觉就起来了 不过今天你住的不是这个房子 过来沐沐看到这个房子没有 你说的是气球还是里面的那个 我现在有种被骗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这太特意了这个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我跟你说真的你进去你就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有感觉了真的 感觉又有树屋 然后又有狗窝的那种感觉 我要进去感受一下 可以睡吧 我这里是给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住吗 不仅可以住着豪华五星了 我觉得 来沐沐这是你的晚餐 然后呢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对点机 如果你有什么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随呼叫我 okok 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屋子 真的是很惊讶的感觉 这里的东西其实准备的真的很齐全 能感觉到用心 但是又给我处处充满了惊喜 我在里面就是最棒的发现是什么 我发现这里他给我准备了一本书 野外生存手册 这是野外求生手册 这是什么门铃吗 等一下我就蒙啊 我们连门都没有进来还有门铃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我们这里还有雨伞 就是我被困在一个大大的泡泡球里 然后他亲切的给我准备了一把预算 真的就是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木木那边怎么回来了 好兴趣早 只要他能在里面睡一个晚上 至少给我一个评分 就ok了 现在好酷啊 我现在要去睡觉去了 明天早上再起早点过来看一下木木 但是早上10点钟 外面太阳好大 他在那个球里面应该不会很晒吧 应该吧 不行我跟你们说这里面真的实在是太热了 快去看一下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人呢 你怎么在这里啊 那里面好热 就跟正骚拿一样 只要你就睡这里了 对对 你怎么不叫我 你跟我说的话我下来 你上去睡就好了呀 所以说我就可以上去睡什么 就可以上去睡的 木木就客观来说 你觉得我这个房子怎么样 如果说打分的话 你会给我的房子打7分的 我觉得大概5分 差不多5分 坏 你是觉得这个房子 好啊 这个房子除了有点点热之外 我放的只有5分 再给你加1分 就是因为你那个尖叫机的那个门铃 我真的很喜欢 按起来也非常的有感觉 非常的 我觉得那个可以加1分 那么我的房子总共的分数是 6分 现在我跟伊登哥的零分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谁先说 不你先说吧 我的得分是6分 不是我先说吗 我是6分 我的得分 11分 你给我的房子打一个分吧 这个就太棒了 最高分多少分 10分 我觉得11分 真的 我是一鸣 我是一鸣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收藏 评论 转发 关注 如果你们喜欢伊登哥的话 也可以给伊登哥 点个小关注 谢谢 我是伊登 我们下期再见 Yeah